被喪鬧少女,浴缸酒送藥自殺 昏迷在浴缸的 21 歲少女,送院後又回小小之國 但情況依然嚴重 她和家人住在質如沖康兒花園 趙食華,她最近與媽媽關係越來越差 昨天早上,她又被喪鬧 覺得很不開心,趁家裡沒有人 寫為書,願意捐完所有器官 之後就用啤酒送藥 民居以為爆水管,立即通知管理員 保安覺得有可疑,於是報警 消防破門入屋,發現少女已經昏迷 警方在屋內找到少女的遺書 說因為得不到家人的關心 生存在世上都沒有意思 甚麼都沒有問題 吃火類的 和隨便 吃火類的 人都沒有問題 吃火類的 餐廳